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今天我们要说的 却不是插足婚姻的小三 而是被小三影响家庭的男主角 他就是倪敏然 在台湾综艺的鼎盛时期 倪敏然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早年 在一档《染消灵》时间的节目中 他还曾与邓丽君饰演一对夫妻 两人略微暧昧的短剧表演 曾在演艺圈掀起一阵持续很久的舆论 年轻时的他其实算是个多情男子 他的一生中一共有过两段婚姻 加上一段被人耳语至今的婚外情 1975年 29岁的他与歌星明飞结婚 婚后两人育有一子 但因为两人婚后矛盾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 第一段婚姻仅仅维持三年就结束了 1985年的时候 已经39岁的他 对小自己19岁的李丽华一见倾心 随即展开激烈的追求 两人在交往两年后成功步入婚姻 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生活看似和美 但他却在59岁的时候 爆出了与女星下衣的婚外情 与此同时 他又被传出患上了犹豫症 外界一度议论纷纷 之后 外界突然流传起 他突然失踪的消息 直到他59岁生日的第二天才被发现 但此时 他却已经因轻生而亡 现场并未留下遗书之类的物件 该消息被传开之后 好友于天含泪表示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有轻生想法 还透露 在他离世一个多月之前 他就曾试图轻生 被救下之后 他和心理医生沟通的时候曾透露 这次没成功 我还会想其他的办法 没想到时隔月余 就传来了他的噩耗 当时他的去世 可以说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却内外各大媒体都在猜测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之后 矛头就纷纷指向了被传与他 林老入花筒的婚外情女主夏依 来自上海的女艺人夏依 7日因为一口流利的金枪 加上口才幽默又犀利 在台湾红极一时 演艺圈中 许多人都尊称她是夏依老师 出生于黎原世家的她 从小就到北京学唱戏 17岁就获得提名 大陆国剧界最高荣誉梅花奖 19岁赴美教课时认识前夫 23岁结婚 随丈夫搬到台湾店居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后来丈夫经商失败 又沉迷于赌博 整日花天酒地之余还搞外遇 让性格刚烈的她坚决离婚 恢复单身的她 后来在剧团邂逅小她两岁的男友 但两人后续传出有金钱纠葛 恋情没有开花结果 1987年 她在白冰冰主持的节目 《我爱冰冰单元》 笑逵歌仔戏中 当白冰冰的替身 帮忙演出翻滚和舞台的动作 从此进入演艺圈 但她似乎不敢矮化自己的出身 曾多次强调 我不是替身 我是武术指导 对此白冰冰说 台湾人对困苦中成长的人 往往会给予更高的肯定 但夏依的想法似乎不是如此 两人因此闹不合 白冰冰认为她不懂饮水思源 因而要她好好反省 而她之所以能在台湾演艺圈 打响知名度 是因为她担任了张飞主持的 综艺大哥大 嘉宾表演京剧 由于演出精彩 加上言辞幽默又犀利 一度变成该节目的固定班底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期间 据说她跟主持人张飞 也有过一些非同寻常的男女感情 后来她还出演了相声舞台剧 大宅门都没有 对于妮敏然传出同居的绯闻 那时双方都表示否认 强调两人仅有师徒之情 妮敏然曾在失踪前最后一次采访时提到 夏依刚开始不要名分 后来却要我娶她 越逼越紧 还说对方要她实现承诺 否则就威胁要把证物攻诸媒体 让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悔悟道 我不能让家族蒙羞 也知道自己走错了 我不该入了花丛 随后更是说 自己的生活是在她的威胁中度过的 而在妮敏然离世后 夏依曾召开记者会 媒体前的她也表示非常悲痛 当场落泪 并说 她失踪前一天还和我谈判 希望我主外 立立华主内 不过媒体并不领清 因为她生命中三个重要的男人 都和她有过金钱上的往来问题 她第二个情人张德天也表示 说不定他们的争执和感情没有关系 更大的可能是针对大宅 门都没有版权的转让问题 当时在记者会上 个性很强悍的她 全程没有说任何一句道歉的话 还曾因为记者在机场围追赌截 摔了胶而大发雷霆 之后又被传出惹怒多位综艺大哥 影视大亨杨登奎还曾公开炮轰下衣 叫她别回台湾 更有传言称综艺大咖 胡瓜 康康等人因好友的离世 曾私下约好公开抵制下衣上 他们主持的综艺节目 对于这件事 她的妹夫曾在采访中为其名顾评 认为倪敏然嘴上说爱 却不给名分 而且生前已经有严重的忧郁症 并欠下巨额债务 连在国外生活的原配都顾不上 由于两人在娱乐圈的地位较为悬殊 所以当时的舆论一边倒 认为都是下衣的问题 但倔强的她一直强调自己没说谎 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一切都是被设计的误会 倪敏然婚外情及外界误传 让其情圣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 还导致她15岁的女儿婷婷 在学校被排挤和挑衅 还因而罹患忧郁症 而倪敏然的妻子李丽华 后来从美国德州打电话给记者 说不论再悲伤 都该往好处看 人是为希望而活 还说在倪敏然失踪的那段时间 她以为丈夫是去内地安排演出 更是不无悲伤地提到 她去世前几天我曾梦到过她 梦境很朦胧 像有一层沙 好像在阴阳界让我很不安 虽然不能接受相处二十年的枕边人走了 但她还是不停说 倪大哥 你好走 来世 要做个快乐的人 而对于婚外经一事 她说 我从来不知道两人的事 但后来她又承认了自己知悉该事 并曾真心成全两人说 既然他们真心相爱 两人又合作无间 我怎么忍心阻止 得知外界将丈夫的离世的原因指向夏依 她再三表示不要怪她 对于她的宽容 夏依说 在电话里 我就感觉到她是个贤惠的女人 还称自己当时说了句抱歉 两人还说要做好朋友 也希望以后帮忙带大孩子 未来大宅门都没有的部分收入也归她 因为她是倪敏然的心血结晶 但媒体面对李立华的原谅和夏依的解释 仍不买账 依然指责有加 关于夏依之所以会被众人抨击的原因 除了插足外 也是因为她怪异的性格 曾与不少人闹过不愉快 据悉 倪敏然还是康康的恩师 但康康与夏依合作后 对她完全无法融入演艺圈大感意外 她说 夏依不看娱乐版不聊八卦 她的圈内朋友几乎是零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自掏腰包去看夏依的演唱会 回到节目里 康康笑她演唱时 头发刘海翘起来很难看 惹得夏依当场脸色大变 对习惯综艺节目的观众而言 这似乎没什么 但她却认为自己的专业被批评 嫉妒不悦 节目制作人刘德慧也爆料称 两人合作一个月就被停用的真正原因是 夏依很难搞 还曾有媒体称 中天节目部经理赵佳琪 在节目播出不到一个月 就与制作人刘德慧一起去找倪敏然寻求帮忙 跟她说 我也搞不定她 如果再下去恐怕会出状况 并表示 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懂得权重的游戏规则 其实 夏依走投无路时 曾到新加坡发展 她到了新加坡后 曾拜访中华医院 到四马路观音堂还院 试图营藏良好的形象 却在接受节目访问时 被敏感的第三者问题激怒 半途生气地冲离房间 接着取消所有原定的专访 之后 她受邀参加群星贺岁迎望年的贺岁演出 却被媒体惊爆与主办人许岳雄 发生钱财纠纷 许岳雄指自己被下衣用黑道恐吓 为了自保而报警 而夏依则声称 她是被骗登台 拿不到酬劳 后来许岳雄出示了付费证据 她就开始躲避记者的电话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这两次大争议的消息传回台湾后 对她的形象更是不利 媒体们更是不留余地地 指责她人品有问题 自2007年起 她正式消失于演艺圈 消失了约15年后 她又因被国外一所私立中学控诉 拿钱不办事而登上媒体版面 据悉 她受美国加州浩瀚私立实验中学 聘任到内地招生 但却连一人都没招到 随后被学校一状告上法庭 要求返还酬劳和公关费用 不过当时51岁的夏依 并未出席听审现场 只是按判决返还了1.66万美元酬劳 和近12万人民币的公关费 如今的夏依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尼敏然的离世 至今为止对于综艺界来说 都是一大损失 谈起来仍让人心里抱憾 如果你敏然当初没有轻生 想必如今都是一名红火的艺人 奈何造化弄人徒留缅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